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火球鼠的經典社群日呢 即將到來囉 那究竟這個火球鼠在這次經典社群日 我們該不該把它抓好抓滿呢 都是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做個分享哦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的話呢 這個火球鼠的這個經典社群日 時間是在6月22號 那下午2點到5點 總共只有3個小時哦 那在這段時間的話呢 異色的這個火球鼠的機率呢 就會大幅提高哦 那這個火球鼠呢 其實就長的大概樣子就是這樣哦 非常的這個可愛 如果說他的這個異色版本呢 大概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圖這邊右邊的樣子 左邊呢就是普通的這個火球鼠哦 所以火球鼠用25個糖果的話呢 就可以進化成火岩鼠 火岩鼠用100個糖果的話呢 就可以進化成這個火爆獸哦 所以他原本的普通的這個型態的話呢 大概是有一點像青綠色的感覺 哦他的背部是青綠色的 那如果是異色的話呢 就會變成這種咖啡 淡咖啡的樣子哦 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的討喜 那在這次的這個經典社群日呢 如果你讓這個火岩鼠 進化成這個火爆獸的話呢 就可以學得爆炸烈焰的特殊造勢哦 那我會推薦大家呢 就盡量可以的話 就在2點到5點的時候呢 把這個火岩鼠進化成火爆獸 以免官方到時候有一點Lag 那這個爆炸烈焰呢 他在訓練家對戰的話 大概是110威力 道館跟團體戰的話呢 也是110威力 那這個火爆獸在學得到這個爆炸烈焰之後呢 在高級聯盟 超級聯盟 以及大師聯盟 究竟表現如何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首先的話呢 超級聯盟的部分呢 這個火爆獸在襲得爆炸烈焰之後 他的排名是243名哦 基本上應該就是派不上用場了 算一個倉管的角色 超級聯盟推薦的招式呢 會是燒進搭配這個爆炸烈焰 還有這個雷電拳哦 高級聯盟呢 有前進一點點 但是應該也是派不上用場哦 高級聯盟呢 他的這個排名是來到了113名 那推薦的招式呢 也是燒進搭配這個爆炸烈焰 還有雷電拳哦 大師聯盟呢 在眾多神獸的這個環到底下呢 那這個火爆獸呢 應該就是不用派上用場了 他的排名呢是185 推薦的招式呢 是燒進爆炸烈焰 還有這個雷電拳哦 那在這次的這個社群日呢 也是有相關這個特殊調查的哦 那他的金額呢 大概是1美元 台幣大概是30塊 就可以參加到這個特殊調查 那這次的這個火球鼠的經典社群日呢 也有相關這個活動獎勵加碼內容哦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捕抓寶可夢時候獲得的經驗值呢 可以加倍 捕抓寶可夢時獲得的星星沙子可以加倍 所以如果你們要說這個經典社群日是 可以來賺這個星沙的機會呢 其實也不為過 第三個的話呢 是活動期間使用幼兒模組 效果將會延長為3小時 活動期間使用薰香 不包含散布小薰香 效果也可以延長為3小時哦 那同時的話呢 在社群日拍幾張snapshot的時候 火球鼠也會出現哦 所以如果你只有缺星沙的話 絕對不要錯過這個 兩倍星沙捕抓這個機會哦 由於這個火球鼠呢 是火鼠性的這個寶可夢哦 所以在捕抓的時候 如果想要拿到更多的這個糖果的話呢 會推薦超級進化這個超級黑乳架 還有這個超級火焰機 以及原始固拉多 都是可以讓你在捕抓這個火球鼠的時候 可以收集到更多這個普通糖果 以及XL糖果哦 不知道看到這邊你覺得如何呢 覺得不錯的話可以動動手指訂閱起來 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的頻道現在有新增會員集聚 趕緊加入會員支持我創作更多攻略相關內容哦 那在這次的這個火球鼠經典社群日呢 也有相關這個田野調查 那完成之後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星星 那完成之後呢 有機會可以獲得星星沙子超級球 以及額外遇見火球鼠的機會哦 當然啦 每次的這個社群日呢 官方都是會推出這個寶可夢的這個補給戰選秀會 哦那如果說你今天還沒有博士皮卡丘的話呢 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機會哦 因為這個博士皮卡丘的話 他就要拿到100次這個第一名的這個選秀會冠軍 才有機會可以遭遇哦 官方這次呢 也有推出相關的這個Pokémon GO Web Store的高級社群日禮盒 那這個金額呢 大概是4.99美元 台幣大概是150塊 裡面包含10顆高級球 一個厲害特殊招式學習器哦 以及一張特殊調查入場券 那相關的活動商城呢 也有活動禮盒哦 這個活動禮盒的金額呢 有1350以及480的 那在1350寶可幣的禮盒裡面呢 包含50顆高級球 5個超級孵化器 1個厲害特殊招式學習器 以及5顆幸運彈哦 那480的寶可幣禮盒呢 裡面包含30顆高級球 1個薰香 3個超級孵化器 以及1個幼兒模組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火球屬社群日的時候 搭配到的團體戰有哪些哦 那這段時間的話呢 在土地雲結束之後 登場的就是我們這個 伊培爾塔爾歪鳥啦 如果說你今天還沒有抓到 相關異色的話呢 可以好好把握這一段的這個時間哦 6月19號到6月28號 那如果你對伊培爾塔爾 究竟強不強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參考我之前拍的 伊培爾塔爾解析影片哦 那相關搭配到的這個超級團體戰呢 在這段時間的話 主要登場的會是這個超級噴火龍歪 時間的話呢也是6月19號到6月28號 在這個結束之後呢 登場的就是我們的這個超級班吉拉斯哦 我們在火球屬的這個社群日的時候 迎接到的活動呢 就是我們這個火焰舞步的相關活動啦 那以上呢大概就是這一次 關於火球屬經典社群日的相關內容啦 那不管你們對於這一隻寶可夢的想法是怎麼樣呢 以及你們想要的捕捉目標在哪裡呢 是要高IV還是要捕捉到異色就滿足了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哦 我們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哦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在閉路上 我們會看看 我們會再見囉